环山为天下第一山 引诵庐山的诗词 就达一万多首 可以在山中一致 上一集说了天下五岳 不过大家听说过 五岳归来不看山 环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背后 其实反映了中华名山 那是多了去了 那么这一集 我就再举几个例子 一见一半 先说环山归来不看岳 虽然环山归来还看岳 但安徽的环山 确实兼具五岳之美 环山原名一山 谈玄宗的时候 改一山为环山 改名的原因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因为山中 妇产中药才环年 另外一说了 说环帝在此山念丹修道 其松怪石云海温泉 号称环山四角 这死的旅行达人徐霞克 发出了渤海内外 无辱挥之环山的感叹 诗人袁室陈毅也推崇环山为天下第一山 如果说环山的风景 堪称天下第一山 那么江西的庐山 就是庐山天下幽了 庐山又名宽山 宽庐 德名也有两说 一说山中之际 宽宿入山修念 此山为宽宿之庐 就他住的地方 所以得名 另外一说 汉粗功臣之子 宽宿兄弟七人 入山隐居 以草庐为樊舍 顾名 庐山天下幽 那是历史文化的悠久 浪漫纯真的幽美 切意泛松的幽写 比如《古幻军》呢 引诵庐山的诗词 就达一万多首 庐山因此又被称为诗山 比如庐山上面有一家 庐山念电影院 只翻译电影《庐山念》 这部电影也创造了 翻译产次最多 单片翻译时间最长的 世界纪录 再比如庐山 常见云雾弥漫 庐山出产的茶叶 也就得名云雾茶 大家想象一下 在庐山的云遮雾绕中 念着李白的 废流直下三千指 一是银河落九天 看着庐山念老电影 饮着清泉气泡的云雾茶 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 再如我们都听说过 佛教四大名山的说法吧 这四大名山是金五台 银普陀 铜俄梅 铁九华 山西的五台山 由东西南北中 五座山峰 环抱而成 这五座山峰的峰顶呢 平坦宽阔 犹如土壘的平坦 所以得名五台山 那么这间海中的普陀山 古时候呢 遍布小白华树 而在印度的梵语中间 小白华树的汉语音译是 普陀落家 普陀山呢 因此得名 那么四川的峨眉山 我们知道大峨 二峨 两山相对 犹如女子的一对 细长弯曲的峨眉 所以得名峨眉山 而安徽的九华山 九座山峰 最为雄伟 本来叫九子山 结果因为 大潭事先李白的诗句 是在九尖上 摇望九华峰 天河挂绿水 秀出九芙蓉 竟然更名为九华山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又可以见 文化的力量有多大 我们常说 智者要水 仁者要山 其实 要山的人者 也可以在山中 易智 比如寻理一番 中华大地的 无数名山 体会自然的大美 感悟文化的力量 应该都能带给我们 以智慧的启示 感谢观看